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8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经过了连续两天的反弹行情过去之后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是出现了涨多之后的回档 而且一回档就超过了百点以上的一个幅度 最终是下跌了108点 来到了15439点的位置 好你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大家第一时间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那到底台北股市的反弹行情 是不是在今天正式画下句点 那夏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做一个解答 我认为这一波的一个反弹行情 应该还能够持续延续下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最主要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做一个观察 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嘛 就是反弹的行情里面有一个条件是 三天不破低 而且KD指标出现低档的转折向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就直觉性的一个反应 你说今天的台北股市跌了100多点 你觉得KD指标应该要往上还往下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指标应该要往下 对不对 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今天的一个K值跟D值来看 请导播稍微带我们带近一点 K值现在是24.47 箭头是往上的 代表这个值在持续往上做翻扬 D值现在是18.86 它的箭头也是往上的 代表KD两个值现在都在往上去做一个翻扬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跟直觉好像有一点违背 对不对 就是下跌的行情技术指标不是应该要转弱吗 但是这就是我们之前告诉过各位的 如果你会算 你就会知道说 在接下来的这样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它是有利于这个多方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9KD今天是扣底到这个位置 这是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到今天一共是9天 那我们去抓高点跟低点 低点很简单嘛 就是15102 那高点当然就是这一天的一个高点 对不对 但从明天开始 它会持续往下去做一个降低 那在计算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分母缩小了 所以这个值 它会持续往上去做一个翻扬 这个是你看到这个股市下跌 但指标却没有跟着下跌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时其实我们也先跟大家提醒了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概要等这个低点开始扣完之后 它才会开始转为对多方 就短线上面来讲 对于多方比较不利的条件 那当然其中如果说你就去跌破前波的低点 当然另当别论了 但是只要没有跌破的状况之下 因为到下个礼拜二 也就是7月5号之后 它才会 低点开始才会往上去做移动 那低点往上做移动的一个过程里面 当然就代表就是说 基本上整个值 如果那时候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它就有可能会受到行情的波动影响去做回答 但至少在下个礼拜二之前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是我们在早上 当时其实有跟大家谈到的一个重点 我们就直接用结论来讲 刚刚我们讲的是KD指标的低档翻扬是延续的 7月5号之前问题不大 那重点接下来除了这个技术面的角度之外 另外如果说就总体经济面的一个格局来看 我们刚刚谈到 应该说早上谈到了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 过去你可能也不会看 美国股市的经济数据 但现在又要看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简称通膨率 然后又要去看那个所谓的升息 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不过这件事情 因为联准会开会是45天一次 所以上一次在6月初开完之后 接下来是在7月底 应该是7月28号 他才会去做一个开会 然后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公布 大概是在7月13号 所以等于是说你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一路到 7月的中旬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个特殊 重大的一个经济事件 那如果说了行情再好的时候 当然希望一些经济数据的加持 但行情现在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他其实也告诉你说 行情相对来讲 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会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持续短线偏多来做一个操作 操作的一个选择 个股的选择上面 当然跌生股 我们昨天有谈到 还是以人气股为主 那强势的个股要做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了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行情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它是一个反弹行情 它不是一个多头行情 差别在哪边 差别在于说 如果你是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个股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反弹结束之后 它随时有在往下破低的可能性 实际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族群 稍后我来跟大家谈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部分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挑选个股 我想我们先从今天 或者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热门议题 先跟大家做谈起 这个是今天工商时报的A1 就是头版头 超预期电价均涨8.4% 就是平均的一个 每度电的价格 它是涨了8.4%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 如果你们家 每个月的用电不到1000度的话 基本上是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说真的 一般的正常三口四口的家庭 如果要用到1000度 说真的那个是不简单 那个冷气真的是 24小时都没有在关了 你知道吗 但是整体来讲 应该对大家来讲影响不大 但是今天市场下跌 它其实有一个原因 我们请导播稍微带我们带近一点 因为它有对于这个位置 用电大户半导体电子 然后电子液 然后钢铁水泥等等 调涨15%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你会发现 其实电子类股 当然跌是跟着跌没有错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都跌在什么位置 跌在钢铁 玻璃键跌了9.2% 当然这个是一个 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基本上 大概台波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它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说 基本上这件事情 当然它是造成今天行情下跌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 福获相依 有时候你要去思考的是说 这个到底对于谁来讲 它会是一个利多 我知道很多人直觉的思考范围 就是谈到说 电价的上涨 对于绿能的个股来讲是利多 对不对 那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这个思考逻辑 结论是对的 但是那个过程可能稍微比较短了一点 怎么讲 因为现阶段的那个国内的制度是这样子 就是针对这个再生能源 太阳能也好 风力发电也好 然后这个什么地质能啊 什么那个 这种所谓的地热发电等等 它其实有一个 顿售的那个收电的那个价格的标准 那那个价格的标准 一年会调一次到两次 那如果以太阳能来讲就是两次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现在的价格应该如果太阳能收购价 应该是3.8级吧 到大概5块钱左右 那风力发电应该是一度电大概是4.65元 好 那我要说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基本上电价调涨 因为我跟你签合约签这样子 比如说一度电4块钱给你收 在这个合约结束之前 就是4块钱了 它不会再变了嘛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比原本一度电的价格往上去做调涨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它没有直接的受贿 这个可能跟 大家的思考逻辑可能比较不一样 但是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今天早上 当然这个股价开始稍微做一点震荡 比如说安吉 比如说中兴电 开始就会有人跟你解读说 这个叫做利多出镜 好但是我刚刚其实大家听了我讲 我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其实原本就不算是 只能够讲说它是一个导火线 或者是一个引爆点 但它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利多 因为调了电价跟它的收购的价格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结论是对的 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这一些用电大户 它都去调涨了价格 那你觉得反正我现在用一度电 我的价格也是很高啊 那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时候转型 或者说是去 去采购这些所谓的绿电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谈过很多议题 包括了这个R10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最早 应该是最早在非凡前前百分百 其实当时我们跟大家谈过 简单来说 就是反正就是2050年之后要零碳牌 大家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口号啊 但是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现在苹果已经开口了 对不对 他说2030年之前 如果你们做不到 跟供应链讲 如果你们做不到净零碳牌 这是你排出去的 跟你把它节省下来的 相加之后是零 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不给你订单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家可明显了 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而且另外的一个利多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的周期比较长啊 我们倒不是说单纯只看那个 电价调涨这件事情 另外在政策方面 当然之前我们谈过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当然各有它的目标了 2025年太阳能要达到20GW 然后风力发电要达到5.6GW 之前我们谈过 2021年年底的时候是7.7G跟1.06G 所以那个目标其实还差得很远 那我说真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 包括了那个经济部要出来说 他们要修正那个再生能源条例 条例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为什么 因为进度太慢了 就是原本他们去年 应该说这个以原本的目标 去年应该要达到8.1GW 8.5G 但是到今年的前4月只有8.1GW 就是多给你的4个月的时间 你连去年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那今年也有今年的目标 原则上当然了 就是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也是逼大家去用绿电 因为我价格调涨了 你如果价格其实差不多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企业来讲 如果他有办法自己用的话 他们当然希望说我自己来处理就好 我就不用再缴钱给那个台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要去修法 所以现在要去做修法 修法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现在的太阳能的修正方案是 新建增建改建 就是反正你只要房子 有做比较大的变动 达到一定规模的 应该要设置太阳能发电 那细节的部分还没有决定 但是会参考柏林的太阳能法 柏林在德国 他们的太阳能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的屋顶如果超过50平方公尺 我有30% 也就是大概是15平方公尺 我要做所谓的太阳能发电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屋顶越大 你的屋顶面积越大 当然你要铺设的 他的那个比例是30% 那就看国内这次的修法 他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 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国内的太阳能个股也好 风力发电概念股也好 它是一个中长线多方的格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嘛 大家会说 说为什么不做这个安吉 因为这个其实要有所取舍啦 同样的一个产业 它叫做跌升反弹 但对于联合再生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前面的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 当然到目前为止 外资是1.3万张 成本是21.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 那从股价的一个走势来走势上面来看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的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 是比前面来的强 因为你看幅度上面是涨了17% 那这个是涨了14% 那回档过程当中是回档的8.9% 所以我回档大概是 之前的涨幅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回档不到这个所谓之前的涨幅 然后在下一波的公式又 比前一波的涨幅来的大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没有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跟大家谈到 21.85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仅限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 看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当然不是说 就所谓的一个中长线的角度多方 你就一路抱下去 当然这个要视行情而定 因为这个时候操作有一点 你要用中长线去保护你的短线 就是你的中长线产业是多方 那你短线上面你的股价回档幅度才不会升 所以这个是 在操作上面的一个想法跟概念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 就股价的一个行情来看 我觉得后续应该都还有持续攻击的机会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各位就是说 基本上去想这一段是1.95 那WD我如果抓小段的往上去做等幅 或者是我抓大段的去往上去做等幅 这个都不会是它合理的应该到的价区 那大家就稍微可以自己稍微观察一下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太阳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相关概念股 那另外我再谈一个 这个也算是中长线保护短线的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题材 那当然不只是中国了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这个是中国的政策 但是整体来讲 我相信不只是中国 这个时候很积极在推电动车 包括台湾这个时候 其实也非常积极在推电动车的一个产业 对不对好所以简单来说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车用概念股 它的一个股价 其实你会发现表现很强势 两个原因 第一个有所谓的一个车市补贴的一个政策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之前台湾的才刚结束 就是救的去报废 然后买新车的话 会有5万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户税的减免 对不对 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台湾的 那中国的一个政策它怎么样 它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其它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而且都集中在6月份 包括了购置税减半 6月1号到12月底 那排量是2.0 它补助的对象是排气量2.0以下 车价不超过30万人民币的 购置税降为5% 因为他们购置税是10% 所以为什么叫减半 因为原本10% 现在收5% 所以它的税它是呈现降低的 然后另外包括像什么 包括加发购车名额 那中国有一些城市 它是长期有限购令 就是那个车子不能够买那么多 但现在包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 5个长期限购的城市 它有加发16.5万个购车的名额 那以及旧换新的能源补助 看各个省份不一样 那大多数的省份是6月1号到12月31号 那都是符合已旧换新的新能源车 或者是纯电动车 所谓的新能源车就是那个 油电也算了 就是你有用到电的基本上 都算是新能源车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属于中长线的成长题材 好所以之前我们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谈的是4551的自身科 那今天股价算是做回测 所以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基本上我们股价只要还持有 或者说是当天把它有买进或卖出 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析师 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你不能够说股价当天涨 你就拿出来说恭贺会员怎么样 然后股价当天跌了 那样股票你就看不到 等到那股票再涨上去的时候 又拿出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正常的架构就是 如果它的状况没有改变的话 我觉得要帮大家做一点追踪 我想这个是对观众朋友来讲也好 对会员来讲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到 投信其实没有松动 投信其实没有松动 成本是在哪里 成本是在155块3 今天股价跌破160之后收上去 那当然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那如果说从股价走势来看 因为这一波的股价走势还没有完嘛 前一波是走了33% 大家去思考一个逻辑 就是不用讲到说很复杂的波浪理论 然后就是第三波要比第一波长 你只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正常的多头架构 当然这个都是要试整个盘中的状况 去做动态调整 但正常的多方架构就是 我至少走的是N字形 就是我这一段 新的这一段走势跟前一段基本上是重合的 那目前这一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 所以他没有显现出来表现比较弱势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体来讲 我认为了 因为以现在这个投信重码 没有松动的现象来看 我认为股价在整理之后 应该都还有攻击的机会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 所谈到的这些个股之外 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 那个强弱势股操作的逻辑 或者是操作的想法 他可能就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同调 所以今天行情跌 跌了108点 大多数的股价是跌的 对不对 那不是说跌我们就要害怕 而是你要去看的是说 你手上的个股到底是 涨多之后的回答 还是股价又要往破底的方向 去做发展 那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我想你针对你手上的个股 来做一些调整的策略 才会完整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现阶段手上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做调整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夏老师 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就针对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个部分 那以及我们手上还有哪些持股 今天有一档创新高的 后面怎么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R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时间剩下三分半 所以我们稍微讲得快一点 今天事实上如果说你从台湾50的成分股 我直接打给大家看 如果说我们从台湾50的成分股来看 跌幅排序应该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到跌幅比较大的南电 然后联勇 元大金 联发科 星星 月光 利基电 国具等等一排往下 那基本上其实大家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应该这样讲 就是 ABF载版 南电跟星星 然后 IC设计的联勇跟联发科 当然这个刚好代表着 两个比较弱势的产业 一个叫做面板 因为联勇是面板驱动IC 联发科是手机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跌生反弹行情不是说所有的股票 都有机会跟着涨 这个是多头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刚开始 一开始跟大家谈到 这个是反弹 这不是多头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多头都会涨 那反弹行情就是有的会涨 有的不会涨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于说 你看 比如说像南电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因为这个外资的资料 还没有补上去 但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昨天卖200多张 今天卖300多张 那为什么要特别结外资的图 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 他是买上去的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一路跌的过程当中 外资一路买 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注意这个现象 就是200跟300 当然张数不是很多 但是看起来 看起来有一点有一点那个 因为外资他不一定是法人 那简单来说有点撑不住 想要停损的那个味道 因为200 300张不多 但相较于这波买超不多 但是开始有去出股票的动作 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基本上你都要把前波的低点 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如果跌破的话 其实还是要想一下 要不要控制你手上的风险 我知道他基本面不差 说真的其实你问我 我也觉得就我们的研究来讲 我觉得他基本也不差 但是股价下跌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就简单谈一下 我们剩下持股 包括9914的梅利达 今天股价也拉回 不过你可以看到 他拉回到 目前投信成本是261块 今天投信是没进出 那目前看起来 多头格局也都还是延续的 因为他的股价就是回到 表泰的这一根 红K棒的低点之后就收缴 好那另外包括什么 包括805年广基 这是我们昨天进场的个股 对不对 好那今天的股价最高 来到59块 创破段新高 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谈 但是我只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它有族群性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工业电脑6245的力端 对不对 6206的飞捷 8050的广基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族群性的效应 而这样的一个效应 它是在盘中 你才看得到 不是说等下老师在盘后跟你来谈 所以有时候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有时候不是说看了节目之后 看我们的标的去追股票 而是在盘中那个即时的讯息 你能不能够即时做掌握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6月28号的台股这线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8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 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非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